周六下午一辆载有100多人的美国铁路公司列车 在蒙大拿州一个偏远地区发生脱轨事故 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0人受伤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调查这起事故 这辆从芝加哥开往西雅图的列车 在周六下午4点左右在乔普林市附近发生脱轨事故 利伯地县警长办公室调度员斯塔尔·泰勒表示 事故造成3人死亡 媒体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得知当地政府目前证实有3人在这起事故中丧生 我们深感悲痛 根据报道 西尔县灾难和紧急服务协调员阿曼达·弗里克尔表示 受伤人数远远超过50人 至少有5家医院待命接收受伤乘客 已经接受了治疗的人被暂时安置在当地的旅馆里 目前还不清楚事故的原因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派遣一个14人的调查组 前往蒙大拿州大瀑布市 调查这起帝国建造者列车脱轨事故 大瀑布市是附近最大的城市 位于乔普林以南大约100英里 媒体周日在一份补充声明中表示 这列火车有两个火车头和时节车厢 车上大约有141名乘客和16名乘务人员 这次脱轨导致该地区的许多帝国建造者列车被取消或者更改路线 利博地县是蒙大拿州北部一个极其偏远的地区 尽管比整个罗德岛州都大 但是只有几千居民 乔普林位于加拿大边境以南大约30英里处 只有大约150名居民